崔勇怡元在爆料直指大轰炸残黑幕!社范冰冰范围! 崔勇怡元爆料持续在怒对手机2主创人员后又将矛头直指即将上映的电影《大轰炸》。 北京时间6月23日,中国央视前名嘴在微博再次爆料中国女星范冰冰的所谓阴阳合同。 崔勇怡元称,关于阴阳合同,范冰冰表示自己买了100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0.1538美元,又向剧组报销1000万。 此之未良合同。 崔勇怡元在微博中附上一张电影《大轰炸》演员聘用合同书显示,甲方为上海合合影视投资优限公司,乙方为吴邢美涛嘉义影视文化工作室,乙方艺人是范冰冰,顶方是庞红。 崔勇怡元称,在上述合同书中,庞红又以请范冰冰的名义拿走6000万。 他称,范冰冰自称不知情。 稍早前,崔勇怡元在首次曝光范冰冰所为阴阳合同后,打电话给范冰冰,两人相互致歉。 崔勇怡元称,这就是阴阳合同,围绕一个演员出资金额达8000万,要调查清楚。 毕竟这些都是上海民众买的理财产品的钱,是血汗钱和养老钱。 在随后的微博中,崔勇怡元连续曝光三份合同书,均提及上海和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。 崔勇怡元质疑,为何三份合同中有三个代表,分别为董事长江海洋,发定代表人李威和代表人彭明达。 崔勇怡元说,公司号称三亿拍了大轰炸,还进巴巴的,但你们花了十亿都不止,那是金融理财产品的钱,是上海民众的血汗钱养老钱。 在其中一份的合同中,中国孝星范伟被提及。 其中显示,范伟被聘用在大轰炸中担任角色,涉及金额达500万元。 此前,崔勇怡元在爆料中提到范伟收500万元现金,以逃税漏税。 据介绍大轰炸,是中国电影股份、公司等出品的历史战争片,由范伟、范冰冰等影新演出。 而上海合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于2011年在上海成立,发定代表人为李威,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影视投资等。 在沙发前的参加转风筹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